非洲跨海 直岛琼雅 海南战役是我军解放中南地区的最后一仗 海南岛有名琼雅 岛上敌人有五个正规军 四十余架飞机 五十余艘大小舰艇 加上保安队 共十万余人 企图以此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 当时我在四十三军一二七师工作 和师长王东堡负责率领部队强渡穹州海峡 但部队既没有渡海作战经验 也没有机械化渡海工具 更没有海空军配合 为不遗物战机 我们必须在三个月内 把这支陆军变成海战部队 部队同志绝大多数没见过海 登船训练时 一人吐了全船都跟着吐起来 有人甚至吐出胆汁 有的连队不懂气象 遇上风暴 船队被打散 有的刮断了桅杆 扯破了帆棚 弄得船底朝天 虽困难重重 但战士们绝不想大海击头 晕船的不断练习打秋千 走浪桥刮木板 转迷螺 学习驾船的每天晚饭后还要出海 直到第二天清晨才返回 手上因为拉棚 掌舵磨满了血泡 登陆演习更艰苦 但口令一下 大家都不顾一切往下跳 有的刚落地就被潮水淹没 有的被巨浪打倒 脚石 海力壳在腿上脚上留下道道血口 海水一尽疼痛三心 但谁也顾不得这些 为了掌握潮水和风向规律 部队千方百计搜集有关海洋知识和海战资料 中国的外国单 甚至旧书滩上清潮水师的寒海手册和潮汐表都买来参考 练兵着了谜 吃饭时把筷子往饭碗里一插 就成了帆船 饭桌当海洋 研究起航海队形 一天一天的苦练 直等一声令下 就非洲跨海直倒海南 强行登陆的日子终于到了 1950年3月31日 入夜时时版 当风车尾巴上的五彩飘带 忽然迎着东北风摇摆飞舞师 八十八只木船载着三千七百五十一名勇士 兵分三路 扬起风帆 向三只另界离弦 然而近半小时 敌人的巡逻艇就开过来了 左路船队急起迎战 一阵火力将其击退 海战畜目就此拉开 突然 雨指风停 波平浪袭 时间已临时许 船队踩过海峡中流 失去风的助力 我们能赶在天亮前等路吗 突然 轰隆隆的马达声震破平静的海面 赤白的夜光弹 滑开黑沉沉的夜空 敌舰倾巢出动了 一时间密集的跑火似满天流星 枯向阵 组成一道道海上南俗火枪 三路船队迅速展开战斗队心 一场木船队军舰的恶战 就此展开 四百米 三百米 敌舰越来越近 副指导员呼声有指教 不要急 再靠近些 这时一发炮弹打来 船头被炸开一个窟窿 海水呼呼有入舱内 又一发炮弹打来 一班掌被炸倒了 战士们气红了眼 两百米 一百米 呼声用一声命令 打 领头的三只船轻重武器一起开火 敌舰甲板上人仰马翻 敌人慌难 掉头逃跑 时间不能当看 护航船流向与没来得及跑的敌舰周旋 独立船队冲破阻拦 直奔穷雅 可是当靠滑奖遥炉 再用劲船也快不起来 时已凌晨三点 大家挤得抽出铁锹当讲话 有的甚至用上了枪托 忽然 敌阵凉风扑灭 一世间战船如飞 三千多勇士的心也一下振奋起来 整颗海面一片宽腾 四月一日四十旬 终于接近海岸了 岸上敌人枪跑大作 红旗手王盈贵将红旗一战 高呼 我们的大旗打开了 坚决把他插上海南岛 战士们纷纷跃身下水 向岸上猛扑过去 敌人进我们强壮的滩头 并与穷纵圣地毁尸 火速掉及重兵围攻 天上 敌机追仗扫射攻杖 地上 数不清的敌人围追堵击截 战恶斗陷十六个周年 我们终于歼灭了大量敌人 随后几天 四十军 四十三军主力部队 也与我们胜利会合 看到火军各部队在全岛不断取得胜利 敌军疯狂反扑 火军一处近二百里长的阵地上 就有上千发炮弹 几百颗炸弹落下 战壕 攻势被移为平地 但战士们誓死捍卫 窥然不动 一连七版的机用量 右手腕重弹 左腿为炸断 腰部受重伤 在流进最后一滴血前 仍甩出八颗手榴弹 消灭了十几个敌人 战士动制光 被炮弹炸伤胸膛 生命垂危之际 仍端着冲锋枪 朝敌人扫射 就这样 我们击退了敌人 一次又一次进攻 5月1日 海南岛宣告全岛解放 我国南部边疆 得到了安全保障 敌军反攻大陆的幻想 从此破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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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